即便有极少数模式模拟出来的这个负的趋势 它的这个振幅也远远不如观测那么强 所以呢 关于这种模式无法合理刻画 观测中这种Linear型海温的变化 有许多解释 其中内部变率和模式偏差 对这个都有影响 其中模式偏差呢 Siger指出 他认为就是气候模式 普遍存在的这种冷舌偏差 也就是说模式模拟的这个气候态冷舌的强度 要强于观测 这种偏差会使得模式模拟的增暖呢 会呈现出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呈现出一个鄂尔语诺型增暖 因此它就跟观测有一个不一致性 另外呢 也有一派观点 像瓦塔纳比他指出是 太平洋年代机制震荡 比如IPO 这种内部变率的位向变化 导致了观测中的这种拉尼纳型的增暖 但是我们气候模式是没有办法合理地 再现这种内部变率的位向演变 所以会产生这种模式和观测的不一致性 那到底内部变率和模式偏差 对于这种模式和观测和模拟差异的相对贡献呢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工作一个关注点之一吧 另外对于未来预估来看呢 不同模式对于太平洋 热带太平洋海温东西梯度 也是预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一些模式认为未来是出现了 预估未来是维厄尔营诺型增暖 也有一些模式 预估未来是一个拉尼纳型增暖 而对于这两种增暖的机制呢 目前都有许多观点了 这个图给出是一个几种机制的总结 大体来看 形成拉尼纳型增暖机制的主要几个观点呢 包括一个是海洋恒温器机制 这主要就是说 由于在冷石这一块区域 海洋中存在一个上升流 它会将底层的冷水上翻 所以就会抑制这个区域的增暖 所以使得未来增暖下 是呈现一个拉尼纳型的海温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卷云收缩的红膜效应 也就是说全球增暖下 我们这个卷云是会收缩的 所以这就会导致 这个暖池的边缘区 会有更多的向外长波辐射 所以就不利于这个区域的海温升高 所以就会产生东西梯度 呈现这种拉尼纳型增暖 第三个呢 是海洋上层稳定性增加 会使得NSO的偏斜度减小 这也会使得未来出现一个拉尼纳型增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热带大洋相互作用 就是许多研究指出 比如印度洋的快速增暖 以及大西洋的快速增暖 会驻爱太平洋出现出 这种拉尼纳型的增暖机制 这是几个主要的观点 另外也有一些观点 支持未来增暖下出现一个 厄尔诺性的增暖机制 比如最著名的观点就是 大家都知道水循环的能量平衡理论 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增暖下 水气的增加的速度是快于降水的增加的 所以那环流就会要减弱 那对于热带沃克环流减弱呢 它在比耶克尼斯正反馈的作用下 就会使得海温出现这种 厄尔语诺性的增暖 第二个主要的机制 就是蒸发与温度的一个 飞线性的CC关系 因为暖池区呢 它的气候态的温度是很高的 所以它这个蒸发的对海温增暖的这个 这个damping作用就会强于冷舌区的蒸发 所以就会使得增暖比较弱 所以就是一个厄尔诺性增暖 第三个著名的机制就是 云辐射反馈机制 就是因为在暖池区呢 我们都知道是对流云 然后冷舌区主要是层云 然后对流云呢 它对于SST增加 通过短波辐射其实是一个负反馈 而这个冷舌区是一个层云呢 就是温度升高 那个层云会减少嘛 进来的短波辐射就会增加 所以是一个正反馈 所以这种正反馈就有利于 这个区域的增暖加剧 所以会有利于厄尔尼诺型的增暖机制 所以以上这么多的机制呢 就是大家大多都是用来解释 未来预估会出现什么样的海温型 但是对于这不同的机制 对于未来预估的这种不确定性 就是还没有很多的讨论 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要关注的 第二个主要问题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要的结果 首先是从多年代际尺度来看 就我们选取的是31年 就是1980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的海温趋势 我们发现观测中呢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拉尼纳型海温型 就是西太是一个增暖 东太是一个变冷 然后在模式中呢 这是选取了就是很多 包括Semi-Fi Semi-6 还包括六组拉杖脏暴的结果 发现他们平均来看呀 东西梯度变化是比较弱的 然后还有一点微弱的是厄尔诺型增暖 然后具体来看 我们用两套观测资料 用这个东太平洋减西太平洋这块 是一个副纸就是一个这种拉尼纳型海温 然后基于六套拉杖脏暴的结果来看 这六套拉杖脏暴的集合平均 它模拟的东西梯度其实变化都是很弱的 你看都是在零附近的 包括Semi-5和Semi-6的集合平均也是非常弱的 但是从我们这总共用了342个成员中 仅有4%的成员可以再现出与观测强度相当的这种 拉尼纳型的海温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中 这个观测中的这种变化 在模式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极端事件 那另外从这个图中我们还注意到 我们这个每个模式都有一个arrow bar 这个就代表了不确定性 那如果同这个六组拉杖脏暴的arrow bar 其实是代表了内部变率的不确定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多年代季尺度上 这个内部变率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 它跟这个两套CM5和CM6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比较类似的 甚至有的是超过它的 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六套拉杖脏暴的集合平均来看 它们之间的值的不确定性的差异是比较小的 就是都是在0附近 所以我们就推测在这种多年代季尺度上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来自于内部变率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就定量看了一下 这是内部变率对不确定性贡献的一个时间演变 就是随着这个全球增软的增加呢 内部变率对不确定性的贡献是减少的 但是虽然它在减少 但是到了21世纪末 内部变率对不确定的贡献仍然超过了80% 所以说在这种多年代季尺度的变化上 内部变率是主导了这种模式间的不确定性 那究竟是哪种内部变率是起到主导的作用呢 我们选取了两组拉掌脏宝 一个是看ESM2 一个是MPI 因为这两组拉掌脏宝的member数是最多的 然后我们进行了大集合模拟成员之间的一个回归 就是对东西梯度变化的一个回归 就看一下影响这个东西梯度模式间 不确定性的主要的主导模态是什么 就是member成员间不确定性 因为是基于拉掌脏宝是同一个模式 所以他们的不确定性主要是体现了内部变率的作用 然后这个回归pattern呈现出一个PTO 复位向的一个pattern 我们看这两个模式都是这样的 那为了证明它是不是PTO呢 我们又用了这两个模式的PI control实验 计算了他们的PTO的空间分布 发现他们的空间相关的确是很高的 0.65 然后还给出了PI control实验中 这个PTO相关的热带太平洋海温的一个分布 这是它的一个东西梯度 可以看出它确实在热带太平洋 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梯度 所以这就证明了PTO是主导年代季尺度 不确定性的内部变率模态 讲完了这个多年代季尺度 我们又来到刚刚提到的未来预估的不确定性中 在未来预估中 这里是用到了21世纪末的30年减去 20世纪末的30年来代表未来变化 我们依然是基于这六组拉掌脏宝 以及Semi5和Semi6结果来看的话 我们看在这六组拉掌脏宝中 有前面四个模式 大多数Member是模拟出一个厄尔英诺性增暖 然后后面这两个模式 主要是模拟出一个Laina性增暖 我们把这前面四个模式平均来看 它的pattern是长这样的 然后后面两个模式平均来看 未来增暖的pattern是长这样的 确实是有很大的模式间的差异 然后Semi5和Semi6都是模拟出的 集合平均都是一个厄尔英诺性增暖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看 我们仍然看它的arrow bar 我们看在这个未来变化下 拉掌脏宝的arrow bar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内部变率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很弱的 但是这六组模式集合平均 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就推测在这种未来预估中 可能是这种不同模式对外墙坡的响应 模式的偏差主导的不确定性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就定量看一下 这个内部变率对总不确定性的贡献 这个图中的X轴是代表 就是我们用多少年平均来代表 这个未来和现在的气候态 比如5就代表我们用21世纪末的5年的平均 减去20世纪末5年的平均 来代表这个未来变化 所以我们用的时间越长 那就可以抹掉更多的内部变率 所以内部变率的贡献就会减弱 那这个30年呢就对应着我们这个时间段 这两个时间的相差 所以如果基于30年平均来代表 的差来代表未来变化的话 那内部变率的不确定性 可以贡献只有30%左右 并且在后面时间再长的话 它这个贡献就比较稳定了 所以我们就取30年的平均 来代表这个未来变化 所以基于这个结果呢 模式偏差的贡献可以反推 它都大概贡献了 整个模式不确定性的70% 那我们就想要看是 什么机制主导了这种 模式间的不确定性呢 我们把SIMIFY和SIMIFY6模式 分开来看 因为我们发现这两套模式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这个图首先给出的是 36个SIMIFY模式和36个SIMIFY6模式 未来SST变化的一个模式间的 标准就是离差 spread 然后我们看到 对于SIMIFY模式 它的西太平洋的增暖的偏差 的模式间的不确定性 要大于东太平洋 而对于SIMIFY6模式的 东太平洋的这个 不确定性要大于西太平洋 然后我们又进一步 做了一个SST 未来变化这个空间分布 与东西梯度的一个相关 可以看到在SIMIFY5模式中 也是西太平洋的相关 要好于东太平洋 而在SIMIFY6模式中 很明显的东太平洋的 跟这个东西梯度的相关决定性 要强于这个西太平洋 所以就是在热带太平洋 海温东西梯度的未来预估中呢 热带西太平洋是主导了 SIMIFY5模式间的不确定性 而热带东太平洋 它主导了SIMIFY6模式间的不确定性 纠正是何种机制起到主要作用呢 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介绍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许多种机制 对这种海温增暖的预估都有贡献 那是哪种机制 对这种模式间的离差起到主要作用呢 我们分析了之后 我们得出结论是这种云辐射反馈机制 对于东西梯度的模式间差异 是起到主要作用的 这个图给出来的是基于SIMIFY5和SIMIFY6 两套模式平均的一个结果 是给出了年纪辨率尺度上 短波云辐射反馈对SST的一个回归 短波云辐射对SST的回归 我们可以看到在热带西太平洋 是呈现一个负值 就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对流云是一个负反馈 对流云对SST是个负反馈 然后在这个热带 对这个东南太平洋呢 是出现了一个正反馈 所以这两套SIMIFY5和SIMIFY6模式 对于年纪辨率上的这个模拟呢 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给出了他们一个集合平均 刚刚我们提到在SIMIFY5模式中 西太平洋的那个模式间的差异 是主导了东西梯度的Spread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西太平洋 就是SIMIFY5模式对于西太平洋 这个短波云辐射反馈的模拟 跟这个西太平洋的海温的偏差 刚好有个非常好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模式 它模拟的这种负反馈越强 那这个西太平洋在未来增暖下的 这个增暖就会被抑制 如果这个模式反之 在模拟的这种负反馈弱的话 那它在未来增暖下的增暖就会比较强 所以是这个反馈有很好的相关 那对于SIMIFY6模式 我们是关注它东太平洋的结果呢 那东太平洋中 它也是有跟这个 东南太平洋这个海温的层云反馈 有很好的一个模式间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模式 模拟出的这个正反馈很强 那它就有利于这个区域的增暖 所以最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总结一下最后的主要结论 就是在多年代季尺度上 内部变率是主导了 热带太平洋海温东西T度的不确定性 到21世纪末内部变率贡献 仍然超过80%的不确定性 其中PTO是影响不确定性 内部变率的主导模态 而在未来预估中呢 不同模式对外墙部的响应差异 主导了东西T度的不确定性 我们基于30年平均的气候态来看 它的贡献可以达到70% 而云辐射反馈机制主导了 模式间的不确定性 其中对于Semi-Fi模式 是在热带西太平洋的 热带西太平洋主导了 东西T度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通过对流云短部SST 负反馈的模拟强度来 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对于Semi-Fi模式 是热带东太平洋的海温T度 海温的不确定性 主导了东西T度的不确定性 然后它主要是通过对层云SST 正反馈的强度的模拟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